嗨 大家好 那么同学我们上一次完成了主卧室的观景窗 就是这个观景窗的模型 这个给它群组之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完成其他还没做完的结构模型 先把结构模型全部都做完之后 再来讨论这个天花板跟这个其他木座系统柜 就木工的部分 好同学那我们先从这个结构楼板开始 那结构楼板我们先从上面做 同学把上面这个顶部楼板把它封板之后呢 底下就给它复制下就可以了 OK那结构楼板的厚度呢 它也依照你这个工作上所需要的这个厚度 那我们现在就举一个范例 就比如说它的结构楼板的厚度17公分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要做隔音楼板 那个比较好的建材 你可以用23公分 那里面你可以自己做中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好那我们做17公分的厚度的结构楼板 那你做任何的结构体一定要建立图层管理 所以第一个动作呢应该是到标记的面板这里 确定这个标记是有打开的 OK好这个面板 万一你这个标记没有开启 比如说你不小心把这个按插 就是画面上啊 这个地方不小心把它打插了 你把它打插 好那标记都不见了嘛 虽然这个地方有标记 但是这个标记 它是拿来运用的 那你要设定新增或删除必须从面板去找 所以你又不小心把它删除 同样你可以从这个视窗 下是功能表里面的视窗 同样视窗预设面板这里呢 同样你可以把这个标记给它打开 把它打开 所以你按它打勾 你把这样标记就回来了 你可以找到这个标记 不过它每次新增都会放在最下面 当然你可以点它啊 就是你可以对着它 对着这个白色的杆子呢 滑鼠左键按住不放往上拖曳 所以你对它左键按方向往上拖曳 你看一直在跳 一直在往上跳 你可以放在第二个好了 OK因为实体资讯也常用 然后我们实体资讯接下来就标记 同样这个地方可以自由调整 OK 好那后半段的这个预设面板 可以建立一个我们自己常用的 所以我们先暂时这样做 那你标记 把它找出来之后呢 同样就把它打开 好 同样打开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叫加 新增图层对不对 同样那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结构柱 结构梁结构墙 然后窗这个门跟窗 事实上你如果有做 这个结构楼板的话 你可以 11 12 13都是这三个嘛 然后第14就是 这个结构 就基础楼板或结构楼板 然后15 16才是门跟窗的元件 你可以这样命名 同样因为我之前已经做过 所以我 没关系我给它留水号下去好了 所以这个点它 然后给它16好了 OK 好一杠 好这下你给它写这个 这个结构楼板 同样这个打字呢 你可以自己 英文中文都可以 你可以打那个 structure 然后这个 这个ground 或structure flow 这样也可以 同样就是 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那我用 这个中文来表示好了 好那你在做结构体的时候 因为它从上面开始描 所以同样你要保护 这个结构墙 你看我选这个结构墙 那如果红色的话 就是当初有被锁定啊 所以当初是按右键 因为它锁定 所以你接下来是解除锁定啊 那我们 如果你已经锁定就不要解除啊 假设你给它解除 那这个地方很容易就对它做编辑或破坏 所以你把结构墙右键呢 给它锁定啊 现在变红色 然后上班部的结构梁一样 右键给它锁定 好接下来结构柱 选这个结构柱有没有 按右键给它锁定 这样 那结构墙结构梁跟结构柱锁定 那到时候你在描绘的时候呢 比较不会去动到 那底下那个窗跟门呢 先暂时不用理它 因为这个 除非你真的 你真的不小心去点到它 然后把它搬走 但是这个几率应该不高啊 好首先呢 你开始去描绘它 它会看你要怎么做 那我从大门入口开始 然后另外我们之前做的这些东西呢 它会杂物你可以把它删掉 所以它会把它选起来 按底的键 删掉 像这个人一样 把它删掉 像这个 这到时候我们再 需要再做把它删掉 好OK 那这样画面比较干净的 好 那我们的做法很单纯 就是你待会从大门这里 从大门入口开始 把它拉一个角度 OK 我们这个以最大范围 所以 所以 从这个 左键开始第一连 当成那个结构柱的那个起点 然后往这里 给它描绘过去 你不要沿着这个结构梁这样过去 因为有时候我们 我们那个结构楼板 它是 整个 封住的 OK 当然结构楼板的详细图面 你可能 去上班的时候可以依照这个建筑师啊 它的这个配置平面啊 或者说它这个平面大图呢 去 去跟着描绘就可以了 好 但是 阳台的部分呢 我们到时候 阳台的部分 到时候要 顶部啊 这里我们要做一个 这个与这个构造 好 所以我们先给它描一次好了 然后你待会就是从这里 从这个点出发 然后往这里描 然后再画一次 等一下 那个 从这个点出发 有没有 OK 好 就这里描 然后描到 团体描到这里 然后再过来 然后过去 把它 这个你要跟 结构梁这里啊 不是 结构柱这里切齐 然后一路过去啊 过去 然后再过来 然后之后再来修正 接下来我们再来修正这个 再把它封闭 最终呢 我们再来修正这个阳台的部分啊 好 所以同样你按线的指令 按它 好 从这里当第一点 左键 然后往这里画 好 画的时候你可以 去个键按着不放 让它红轴上追踪 然后直到这个点 点一下 然后继续画过来 去把它描绘 因为我们的结构墙 它已经有 锁定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那这里呢 同样我们是要跟 跟这个地方切齐嘛 所以同样你就是 这个键按着不放 给它往这里追踪 好 这样啊 然后你就直接 追到这里 就是你滑鼠拉出来 拉出来 去个按着不放啊 你就拉到外面没关系 你要红轴追踪 你不要这样 同样要红轴追踪 如果你的角度乱锁一通了 你就拉一个角度 拉一个角度这样 因为有时候你这样拉 不小心会锁到下面了 同样你要拉一个角度 你红轴上追踪 你红轴上追踪 好红轴上追踪 好红轴上追踪 那个左手 你直接拉过来 你直接拉过来 你可以锁到这里没关系 好继续画过去哦 好续版怎么放 然后我们继续画过来 那你就直接 直接这样 到这里 左键好 然后再拉过来 好那这蛮单纯的 它锁到底 锁到底在这里 左键 然后我们再过来 最后封闭起来 封闭应该是到这边了 左键 那理论上会整个 整个封闭成一个面 这就是我们要的那个楼 这个结构楼板的那个 整个那个面的范围 最大范围 好那我们给它挤一个厚度好了 然后再修正 所以你按下 推拉 按这个推拉命令 然后点点它嘛 靠近这个面 点它往上 给它厚度多少 团然给它做17 enter 像这样 好那你如果说你 简单的结构楼板厚度 比较厚对不对 比如说20那你就做20 OK好比如说 我先做17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用17来练习 好结束它 但是还没做完 为什么 因为这个阳台 它等于是 它等于是 对上面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余遮嘛 所以我们 我们这边要做一个修正 那我们希望能够切齐 也就是说 阳台这里呢 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 我从那边画一下 就是 等一下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阳台 拉过去 然后数到这里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这样的阳台的 结构的构造 OK 然后给它做一个那个 余遮效果 好 然后现在我们就对齐这个墙 对这个线段嘛 那怎么做呢 同样你可以用拉辅助线 也就是说 你按这个卷尺 按卷尺 好 同样那你选这条线了 点它这条线 那你 可是因为我们这样锁是不是 是不是它会锁到里面 因为毕竟它这个 结构墙 结构墙在内部嘛 对啊 但是 这个是结构 结构梁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的是 外面这个结构楼板 结构楼板的这个墙面上 然后画这个辅助线 OK 所以你怎么做呢 同样的这样做 首先你按 按这个卷尺 那你去找 在这个面上的辅助线 所以你应该找的是 从 从这个边上这里才对啊 从这个来对啊 这个边上 不要找错 好 点它拉出来 是不是正在拉辅助线 没关系 就这样 画面给它缩小 然后在 Shift键 然后一直追踪 好到这里啊 到这里啊 就是绿色线一个留着 那你给它正交 你手不要 你不要这样子跑掉 这样跑掉就没了 突然要在追踪 在Shift键按住放 它就开始正交 对正交 然后你的滑鼠 就可以推下来 因为它正交了嘛 突然你让它交到这个 这个地方 这样它就同一个 同一个这个投影的距离 点一下 这样就一个距离 我们看到 对吧 我们要这条线嘛 因为它凸出来了 然后切到 跟它同一个 OK好 继续啊 好点这里 点这里拉出来 续版主放在继续追踪 然后把它追踪到 这个点来 像这样 那这样是不是 这个位置就出来了吗 OK 好 当然如果说 你不需要这条线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只要是 这一片对就可以了 好 没关系 那我为什么要画出来 因为我们待会要勾那个厚度 那那这边是一样啊 所以同学 你就直接从这里 好点它 然后许多安置不放 给它正交 缩小画面 许多安置不放的情况之下 可以滚轮缩小 就滚轮可以上下滚动 那就锁到 这里 点一下这样的一个了 好继续执行 点它 在追踪绿色走对 许多安置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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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 然后再把它锁到这里 像这样 好 我们看对不对 它有看没有跑掉 这样就对了 OK 好 这是我们的最大范围 好 接下来团 因为它这个 还没有群组嘛 所以你可以给它 给它画线 来 按这个线段 好 直接锁到这里 左键 然后拉下来 左键 这样是把它分割出来 然后换另外一边 最大范围 右侧 左键 左键 就把它挤 好 那我们要的是这个面 同意 这个面干什么 你可以按推拉 从这里 从这里 点它 是不是把它挤出来 好 那挤出来挤到哪里去 同意挤到跟这个阳台 同一个面上 所以你要挤到这里 在这个 在表面上 左键 确定 结束命令 同意你看 是不是得到这样的一个图 OK 好 那我们希望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向下的这个雨遮效果 OK 那怎么做呢 同意你可以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 有 交到这个点上吗 对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再做辅助线 同意按这个 辅助线嘛 然后选这个线哦 点这里 往 往绿轴追踪 Shift 这样放 给它找到这个焦点 这样 这样就这条 辅助线了 OK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就是从这里 点它 Shift 进行按着放 好 你就拉一个角度 虚弯进行按着放 然后锁到 这里 所以它应该是15 没错啦 就15 那你如果觉得这样很麻烦 你可以用便宜复制也可以啦 就是用这个便宜复制 但便宜复制你要注意哦 它 它全部都便宜了 那我们只要外侧便宜就好了 就说我们 我们最终是 我们最终是要 把它修改成这个样子 像这样 然后我现在圈起来地 我现在红笔 圈的这个范围呢 就是待会要往下挤 把它封起来 往下挤的厚度 那我们就跟谁切齐 它也跟这个大梁这个地方切齐就好了 所以它距离地呢 也是270公分 那没关系 我们挤出比较好做 好 我们看一下这到底是多厚呢 比如说我点这里到这里 你看是不是15公分 OK那所以你按卷尺的时候 它也做 做这一段啊 点它往下 就15公分就好了 大家厚度是一样的 OK 好那我现在拉辅助线 它就是你就直接 直接按这个线 然后从这里 左键 到这个焦点 左键 然后拉过来 左键 左键 把它完成 好没关系 那个大家先坐到这里好了 待会下一段再继续 我们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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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 再继续 再继续